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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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期望的是杭州 因为其实我刚来杭州 我之前工作一直在上海 好 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多少 是11K 11K 好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有异项的企业吗 有 哪一家呢 智力方品牌策划 杨石头 好 他可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企业家 来说说你的工作经历 19年毕业之后 直接来到了一家美容美发公司 做品牌策划 这可能是你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段工作经历 是的 是怎么去到那家公司的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巧合的缘分 因为我大三的时候 其实是在上海一家 期权金融公司实习 然后周末的时候 可能会去做一些模特啊 兼职 那么当时就跟那边的老板吧 就是有想法嘛 就交流 他觉得 什么想法 就比如说 我说你们比如说做美发 怎么宣传啊 可以说喜马拉雅啊 网易云啊 可以多平台的宣传 你给了一些建议 对 就希望他们也可以做 然后他就比较看好我吧 然后当时实习期间的时候 还在那家工作实习 后面大四的时候 不是回学校了吗 他就希望我毕业之后 去他们那工作 然后当时的话 因为在那期间 我也有帮他们公司 兼职写一些文案 然后就是因为 他们会对这一些大型活动 像上海时装周啊 也有去参加过 就觉得可能比较新奇吧 然后就是帮他们 兼职写下来文案 各方面感觉也还不错 然后就去了这家公司 你在那里做了这么长时间 都是在做品牌策划吗 对 但是工作内容还是比较杂的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做过的成果 能够向我们的企业家展示吗 做过的成果 有一个我之前运营的抖音号算吗 就是独立运营的抖音号 但是我只结了一个评 从零到一自己运营的 完全是你独立运营的 对 现在是涨了4.5万粉丝 应该是去年开始发布第一个视频 期间也没有投入任何费用 就纯剪辑发布内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可能不是很优秀 但是自己感觉还可以 在过程里面你觉得 给这个公司创造了什么价值 除了那个4.5几万的 那个粉丝 粉丝以外 还带来什么 假设这个粉丝 它是 不是假设是真实 这个4.5万的粉丝 是有变现的 变现了大概10万左右 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报名 来我们学校学习的 然后这个就是你那15%的 那个基数 提成 对 我都看到它有一个 8K加15%的提成 所以它这个成绩很好的 那不错 来 雨昕 我就感觉 这小姑娘特别好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她一上来 大家第一反应是长得非常漂亮 还特别可爱 然后她做的很多成绩 你觉得这还是聪明 还有那么点淳朴劲 我刚刚就打开她的微博 看了一下 因为我们上台过 很多漂亮的小姑娘 你一开微博 都是各种自拍美照 把自己搭配的 就是花零胡哨的 你看她的微博 就是蓝天白云 风景是绝大多数 你就能感觉到 她在她享受的那个状态下 而不是在凸显自己 就跟我刚才 就是大家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她为工作岗位 做的这个短视频 就是为这个美发的 这家公司做的 而不是把自己的很多东西 放进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女孩 大老师 我也想从心理学 给这几个选手加一点分 谢谢 第一个就是 她的全场 她的笑容是最动人了 因为笑容 你背后是自信的表现 而且还有温暖的表现 第二点就是 你的服务意识 因为你做策划的时候 其实非常需要你有用户需求 和服务意识导向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目标感 你很清晰 你知道在什么阶段 做什么选择 然后同时让谁来帮你做背书 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 新入职场的新人 特别有亮点的 这么多嘉宾都在夸你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从上海去杭州呢 其实你好像并没有找了工作 就去杭州 其实是有找到的 其实是这样子 我先刚开始离职之后 是在上海找了一段时间工作 然后其实有考虑 因为距离家的距离 近一点 我也考虑说在杭州找工作 然后有找到一份 比较满意的工作 然后是确定了我入职这家公司 然后我也折腾了 就是在上海搬家 其实还蛮累的搬到这边 但是可能做了一个 第二天离职的这个行为吧 他还起了个名 叫来行入职第二天裸辞 对吧 上来一天搬就辞了 是周五入职的 然后周一走的 周六周日加班吧 然后当时又很多事情 冲击在一起吧 下雨搬家加班 就很多事情冲击在一起吧 就做了一个比较冲动的决定 周凤你那家公司 吸引你加入的三点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我觉得工作伙伴 我是觉得很认同的当时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工作环境 对 还有第三个的话 其实工作内容吧 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 那让你离开的三点原因 除了加班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可能不是公司的原因 我自身的原因吧 就是搬家 就是很多事情 然后确实身体很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当时沟通的工作内容 是没有说要做直播或者怎么样 就是很突然的一个加班 然后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份offer 是上海的一个直播 当时我有在想如果要做 我为什么不专职做一个直播的一个岗位 或者去专门做它 我不希望一边又做这个又做这个 就是后面导致我的工作又很杂 那我最后还是精力还是有限 好 接着说 对 所以回来我就想说 就是从营销策划上你抓住机会 你是有策划嗅觉的 而且有策划能力 但是从职业化选择上 能看到你身上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是 你对自己的目标定位不那么清晰 以至于说 你选完之后入了职你发现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抗压能力可能会偏弱一些 因为你讲到你要做营销策划 因为我知道像赵总 包括石头哥他们的企业当中 经常有项目的时候就会持续加班 如果你还要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有一个适配性 去做调整 让你能够清楚地知道 你的身体和你需要的那个职位 能不能复合得了 避免出现第二次裸辞 我们活动公司是这样 就是我们分有项目的时候 和没有项目的时候 没有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大家休息 充电 学习 但是一旦项目起来 我们会进入非常忙碌的阶段 到什么程度打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 新年第一次录制大概是2号 3号 我从1月2号 3号 一直到2月的 2月11号过年吧 我一直干到大年29 一天都没有歇过 而且其中一半的时间 我们是怎么样下班呢 说 哎呀 赶紧下班吧 再不下班就要赶上早高峰了 你明白吗 我们是这个强度去做的 所以呢 就是做活动行业 是需要面对非常多的变化的 那我不知道 石头哥那边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 是压力非常大的 好 我们就到这里 第一环节 来 请各位企业家 做出选择 好 在第一环节的最后呢 还有八盏灯 为我们的周凤留下 共同进入到 今天你求职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那么今天你带来的 技能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准备了一份 一个视频 就是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吧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共同 来欣赏一下 求职者带来的这段 视频展示 Hello 我是小周 坐标上海 互飘两年 毕业一年 大三暑假 怀揣着对大上海的好奇 盯着行李箱 来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 昂贵的物价 穿梭的人群 陌生的地方 我知道 未来一切都充满未知 转眼快两年 从上海站的经理 到现在拥有独位的主卧 从4500的金融实习生 到现在月入五位数的小毕业生 从刚入上海的懵懂 好奇 到现在的从容适应 更多的好像是融入了这座城市 我喜欢充满烟火气息的菜场 也喜欢川流不息的车流 因为我知道马路对面是我的家 如果你也是一位还飘着的青年 那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 很短小而青汉的一段短视频 那么把它作为你的技能展示 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想要求职的是一份 短视频运营类的 或者是品牌营销类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频呢 也可以展现我自己的剪辑能力 文案能力 然后宣传自己也算是一种营销方式吧 对 所有的视频都是你自己拍的吗 文案也是自己写的 但是肯定不是完全你自己拍的 对 还有别人的帮助吧 对啊 支架或者是请路人 其实有几个镜头 其实那个构图啊 色彩还是蛮好的 谢谢 你刚才不是说其实对我们台上这些人 还是做了一点了解的对吧 大概了解了一下 就是您还有赵小叶老师和赵小叶老师 规避哪些内容 随便 不用求全 讲你能想到 做一个品牌的一个 给他个人的IP 个人IP 宇宙超级无敌之类的 我觉得就可以叫您的真名叫赵小叶 然后在自我介绍那一块 可以讲一下您是银朗文化的董事长吗 然后我可以想到的是可以从他的一个经历 就是他为什么说创办这个银朗文化 就是讲他的一个创业之路 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这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介绍吧 让大家认识他 雷哥 他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我肯定不满意 好 那就先这样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你想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当中工作 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节奏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好像到目前为止 包括他这次裸词 他好像还没想好自己适合什么 我觉得给这位求职者 我想写四个字就是急需建议 可能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急需建议 然后我可能现在说的一个工作 喜欢的工作环境是吧 也是还是比较比较宽泛的 相对来说还是喜欢是一个团队 可以去共同完成一件目标或者完成一个项目 在这个完成当中你是起主导的 还是你甘愿做一个基层议兵 那以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的话 我愿意做一个基层 基层 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是的 好 来石头哥 接下来请你给我们的求职者周凤 简单地说一下短视频运营和品牌策划 目前实际的岗位当中 做的大概内容吧 或者是要求 实际上就是你的 你但凡碰营销的事 本质上只有三个件事 一个就是产品营销的部分 这个是从产品的概念到包装 到市场到商品试水 是这条线的 第二条线是渠道线 渠道线什么双11双12 它各种的就线上线下的组合 都是在这条线 第三条线是品牌营销线 品牌营销线越来越开始 是要求品销合一了 所以你现在呢 如果要去切这个市场 先不要去提品牌营销 你做不了 很大 对吧 你呢就锁定剪辑 短视频由记录到 可能会合适你 你是想包装自己 还是想服务别人 对 我觉得还是想服务别人吧 但你从你的微博 你的号 其实包括 微博上我也看了一下 你也参加一些通告啊 之类的 你甚至出演了一些影视剧 所以你是不是还是内心 你还是想自己 到聚光灯下 其实它其实都是我的一个尝试 利用周六 没关系 就是说 我说你内心 你是不是渴望灯 是渴望的 所以那你很难服务别人 因为这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 求职者的职场情商到底如何 有人说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有人说年轻人要多尝试不同岗位 你怎么看 我可能会选择后者吧 就是年轻人要多尝试不同岗位 因为年轻人 其实尝试不同的岗位 也是一个试错 就是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算是正处在这个阶段吧 所以我两者都同意 干一行爱一行 我觉得他很幸运 也很厉害 如果我有幸 也可以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或者说觉得我也很适合这份工作 去干下去 可能几年之后吧 十年之后也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 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周凤 你讲出了你的原容 但是没讲出来你的个性 就是你在前面的全场表现 就是不够明确 你到底能干什么 对 因为你这一道题当中 如果你希望能够突出你的个性化亮点 应该讲明白 在哪个行业 你愿意钻进去 使劲干 干到黑 如果你还没有 你说尝试不同 那你就可以举你的例子 你愿意尝试哪几个 总之你的个性化突出太少了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但其实很重要 可能对在座每位 留着灯的都很重要 你是一定要留在杭州吗 大概率想要留在杭州和上海吧 北京和广州可能没有太大的考虑 接下来我们就请留灯的企业家们 根据求职者周凤刚才的综合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台上有三盏灯 谈衣 杨石头和吴胜 来吧 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这边给的一个岗位的话呢 是主播监狱营 应该说这两个岗位应该都是可以做 然后呢 我的工作地点是在深圳 石头哥 鉴于你那么热爱杭州 因为也住那 我们在杭州的分 各个模块中间的专业不同 杭州的这个分布呢 叫场景攻略 是专门做发布会的 做活动的 你想想的那种 大家很多小伙伴 一起讨论事情的热热叨叨的 他们是具有这种氛围的 薪酬多少 八千加 地点杭州 对 好 来 欢迎 我给你岗位 泰坦是说抖音运营 薪资是一万一 然后呢 是在上海 我们特别欣赏 你刚才表达的这种 每天都在上进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觉得让你来 带一部分泰坦的 抖音的品牌 我觉得你很合适 我给你这样一个词位 接下来周凤 考虑一下 灭掉他们三位之后的 其中一盏灯 考虑好了 就出发 来 我们先从寒一开始 寒一 好了 我给你的职位 泰坦书科 负责抖音这个板块 那抖音上的话 我自己会做很多的出镜 所以我为什么给你个 很高的薪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希望 把你过去打造你的经验 和我一起配合下 打造好我在抖音板块上 以及泰坦在抖音板块上的 一些品牌 我希望传递出来的是 泰坦欣兴向荣 上进的年轻人的 这样的文化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的加班比较厉害 我们可能 一直要上六天班 甚至每天晚上 可能加班都会有一个时间 所以我给你这个薪资 完全是我们正常的 新米腿印银的薪资 来 石头哥 他给到一万一了 尽管你是新银企业 不考虑再变化一下吗 我要给他 他要收获的 他远比他是正道的 多得多 那快说一说 对你来讲 今年已经二十五了 对吧 如果你在过三年的时候 也就会面临 马上要定向的问题 可是这一百五十六个星期 你怎么更值钱 你才能将来是更赚钱 那我为什么会放 助理这个决策 没给你直接推上去 是因为你恐怕 前面的二十五个星期 这三年要打地基 垫框架 才能将来 你不管是做将来 任何一个甲方的 市场部的品牌总监 你都能操得了盘 可是在之前 你得先蹲后跳 你可以分别问他们二位 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好 接下来的时间 你要在泰坦树科和智力方 之间选择其一 或者谢谢 再见 现在开始考虑 然后告诉我你的答案 好 周凤 最终你的选择是 好 周凤 最终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智力方 好 祝贺杨石头 也祝贺我们的球职者周凤 感谢韩依 来 和我们的杨石头握个手吧 有一些企业家 他们问我的问题吗 我觉得回答的 确实可能有点简洁 也没有回答的特别好 但可能我现在的能力 也确实是在这吧 算一个小白 或者说是小白兔 然后我觉得今天来的 确实挺值得 也非常开心 能够认识到各位老板 报名